大家好,我是杨洁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九屈西上 为什么会把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九屈西 变为我们的第一站呢? 大家请往这儿看 这儿啊,就是我们这儿非常有名的玉女峰 它是武夷山有名的柱状山之一 玉女峰宛若一位秀美绝伦的少女 珠丽在西边,与大王峰隔西相望 九屈西贯穿其中 每一区都有不同景致的山水 等着给我们惊喜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 在西边长大的竹筏工陈佳 他将带着我们顺流而下 领略沿途风景 那个地方海拔有2160.8米 这我们九屈西的特点 他有深有浅 唐朝的时候唐玄宗大风天下名山 名山受到风表 当时有帮下文书 禁止在九屈西捕鱼和禁止砍华两岸的树木 这里游户摩鱼时刻呢 就是古代的时候光辅的一个公式 它都有禁止捕鱼啊 包括还有这些毒鱼了之类 还有坎华树木 这边全部都以 希望当地的老百姓 全部遵从这个告示的内容 多亏了仙人对武夷山的保护 我们才能有幸见到如此秀丽的风景 当看到历代遗留下来的磨牙时刻 都仿佛是在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 智者爱水 人者爱山 武夷山水 孕育文明 一代大如珠西词观后 更是带领众弟子回到家乡武夷山 在这里建立武夷经社 为诸子礼学剥下思想的种子 也给这片秀丽的山水 增添了人文色彩 漂流途中 陈家也与我们分享了 他与九屈膝的故事 刚开始干的时候就觉得很辛苦 慢慢地接触了很多游客 在竹华上跟游客聊天 然后游客对我们的那种认同感 认同我就觉得自己 好像干这行还挺适合的 就一直就坚持到现在了 陈姐那你做竹华工多少年了 我干这行的话 我工龄都超过二十年了 不仅说我是干这行的 像我的父亲也是干这行的 然后后面那个是我老公 我老公也是 然后还有我老公的父亲 也是干这行的 那您从事这份工作 你现在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把五一山很多的文化了 包括我们五一山人民的 这种对环境保护的这种理念 传达给他们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 也在做对了一件事情 茫茫地就乐爱上这个事业了 斗转星移 世世代代的百姓 在这里繁衍生息 溪水蜿蜒 丹霞地貌一里万里 五一山国家公园的建立 将会让更多人知道 这一片美丽的地水丹山 什么飘飘水中荡泪 什么往往十八庄哟 什么穿穿天上挂泪 什么重重连上天哟 人如同在画中游走 武夷占尽人间美 愿成长风我再来 有个词经常会提到 丹霞地貌 我们第一题由此而来 诸位请听 请问 丹霞地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选项A 流水侵蚀 选项B 锋利堆积 选项C 严层断裂 请选择 郭同学选的是A 我选的是A 解释一下 因为我记得高中地理里面学过 丹霞地貌是流水侵蚀形成的 来 陈同学 我刚听到小郭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大概是我地理没学好 我这个B已经有点后悔 因为当我感觉 看刚刚那个地方就特别多水 是 我就觉得可能锋利 康海桑田 现在水多 当年不一定水多用 行 得道理 得到安慰了吧 我们准备揭晓正确单 正确的答案 是A 答B的同学 你们也不算完全错 因为整个丹霞地貌的形成 它实际上是受到特殊的地质变化 及水流和风的侵蚀 共同作用力 对 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 我们叫沉积岩 随着地壳的一些变动 它会抬升起来 然后经过了这种水流的侵蚀 就冲成了这种勾勾赫赫 那这样还真是综合作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研究动物 你要了解地质地理 你要研究环境 知道有什么样的环境 就决定那有什么样的动物 或者是植物 武夷的话 它一定是有非常高耸的峻岭 我们通过景观 你看它其实这个植被来讲 也没有那种高大的桥木 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它土层比较薄 土壤本身就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会有我们看到那种苍天古树 如果有的话 它肯定也不会是在那个丹霞那山上 它一定也是在像离近水源 或者说是比较平缓的地方 它积累了一些土壤层 所以这些东西 当我们看到以后发现 武夷山确实很特殊 又是因为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 又孕育出了很多特殊的动植物 真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国家公园 杨洁同学这次被派去拍摄 来讲讲直观的感觉 首先就是一堆感叹词和感叹词 哇 去到武夷山呢 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脑子里面先有那一句诗叫做 此景只应天上有 太美了 有的时候看景也要听景 我还听那个竹筏工陈家 给我讲了很多武夷山的故事 他会跟你讲 你看在这个地方 当时朱熹写了九曲照歌 然后他就会给我 吟诵每一首赵歌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